从地图上看我们的地球,每个国家的形状都是各有千秋,有像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这样四四方方的,也有像日本、越南,智力这样狭长型的。 其中位于南美洲的智力,是世界上最为狭长的国家之一,亚洲的越南是很狭长,新南北的距离达到了四千多公里。 但是,东西方向的平均宽度只有二百公里左右,最宽处只有不到三百五十公里。 这么狭长的地形,很多人都戏称智力是一张地图都画不下的国家。 其实,这么狭长的地形对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很有优势的,因为你只需建设一条横贯南北的公路或者铁路, 然后,在每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再向东西延伸出各个支线,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一个国家的交通问题。 那么实际上智力的交通是这样的吗?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说起智力的交通,我们就要从智力的殖民时代说起,智力最早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到了1818年,智力从西班牙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共和国。 随着在安蒂斯山脉附近发现了大量的银矿和硝酸盐矿,通过间断性的区域性战争。 智力的领土不断地沿着安蒂斯山脉的走向不断扩张,形成了现在这个狭长的局面。 由于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十九世纪开始智力就开始建设大量的矿区铁路。 最终发展成为从北部城市阿里卡到南部城市蒙特港的纵观南北的铁路大动脉。 截止目前整个智力国内共有铁路6782公里。 其中,宽轨和窄轨各占一半左右,正是由于铁轨的智势不统一和安蒂斯山脉险均地形的限制。 导致了铁路运输相比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来说,速度是最慢的。 铁路运输花费的时间是最长的。 铁路在智力就慢慢地衰败下来。 目前智力国内的铁路运输在其交通体系中只占到了极小的一部分。 其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就是公路运输。 我们从智力的交通图中可以看到,智力最为主要的一条公路,就是和铁路几乎平行的,从阿里卡照中南部港口城市蒙特港的五号高速公路。 这条公路全长3364公里。 其是泛美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条公路设计时速100公里。 连线了智力中北部的各个主要城市,当然也包括其首都圣地亚哥,承担住国内主要的物资运输。 从北到南,汽车需要行驶大约30多个小时。 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干线。 而从蒙特港继续往南,就是智力的七号高速公路。 全长1240公里,是串联智力中南部最重要的公路。 目前智力最南部的麦哲伦区域,是无法从智力国内直接到达的。 需要绕到邻国阿根廷中船。 所以,智力国内就是通过五号和七号高速公路作为主干线。 再通过各个支线,形成了目前国内最为重要的交通路线。 随住社会的发展。 时间就是金钱。 航空运输也慢慢成为了智力的重要运输方式。 相信随住科学技术的发展。 智力的交通运输网络,也会越来越完善的。 我们在这节目中,我们通过一些资料二年的交通运输。 我们开始建议。 我们开始建议。 我第一个人家说。 感谢观看